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8月23日 这里是台海时局观察 我是殷武 在遥远的南海之上 一幕令人瞩目的场景 正在悄然上演 速艘海艇船、海军船舰 正和其他船舶 缓缓使过蔚然的海面 一场关于领土争端的角力 正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展开 中国一向坚信拥有南海主权 这片浩瀚的海域 几乎已被纳入北京的掌控之中 海域上布满了无数的海警船和军舰 他们如同巡逸的守护者 时刻紧盯着这片水域 而更令人注目的是 这片远属于大自然的环礁 如今却已被呼吁了军事化的使命 8月5日 阳光洒落在蔚然的海面上 一艘菲律宾船只正进行着一项特殊的使命 试图驶入中国岛礁附近海域 像1999年辉华搁浅在仁爱礁的 菲律宾旧军舰运送建筑材料 然而它的航程并不顺利 因为中国海警早就守候在那片海域 并把他们驱离了 当菲律宾的船只依靠近 一艘艘的中国海警船急迅速赶到 网如蓝色的守护者涌现在海面上 透过高洋的旗帜和警告讯号 中国海警传递着一阵阵明确的信息 这片海域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菲律宾船只虽然想努力挺住 却不得不在强大的压力下掉头离开 这一幕虽然只是南海上一页微不足道的故事 却凸显了国与国之间的互查关系 南海的梅多浪花都映照着主权争端的纷扰 每一艘船只都蕴含着一份强大的意志和使命 在这场无声无息的角力中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已成为这片蔚蓝海域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8月21日澳洲最大的战舰肯北拉号 宛如一位巨人般威严的死日南海 仿佛要宣告着自己的存在 一场重要的联合演习即将展开 这是一个强化黄御关系的时刻 也是一个关乎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时刻 这一天他将参与贵律宾的海浪演习 一个取材字塔加洛语的词语Along的名字 象征着海浪的汹涌 康培拉号是海浪演习的一份子 也是澳洲年度印太混进演习的一部分 它的存在仿佛象征着澳洲对于地区稳定的承诺 同时也展现出国际合作的力量 然而这场演习的要角 并不仅仅限于坎北拉号 来自美国与日本的伙伴们 也在这片韩域中相聚 美国的美丽舰号USS America 日本最大的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 以及搭载着直升机的澳洲防驾海军 康培拉号 宛如一支多元的舞者 正各自舞出自己的身段 这次的演习 是一场号称实现和平的舞台 一个凝聚力量的象征 各国的船舰不仅仅是武器的象征 更是友谊与合作的象征 他们在这一片贵人的海域中交流互动 彼此学习携手应对可能的挑战 虽然菲律宾的官员们早就在一起商讨 如何保护他们美丽的家园 以及如何在世界的洪流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权 有一天 这些官员们宣布了消息 说要举办一场大型的联合军演 他们早在数个月之前就开始筹备这个计划 然而因为贵律宾的军方后勤方面有些限制 他们决定这一次不参加了 在南海举行的美日澳联合演习 但是他们却表示将来他们对于参与演习 会持有开放的态度 似乎给未来留下一个敞开的大门 有些聪明的分析人士指出 这样的举动似乎是在告诉大家 菲律宾正努力在美中的压力下 寻求一个平衡点 他们想要以马尼拉为立足点 在这个地区与中国对抗 8月14日一场陆海空的大型演习 拉开序幕 超过2000名来自澳洲和菲律宾的军人们 齐聚一堂彼此交流学习 而更令人惊奇的是 约有150名美军陆战队员也加入了这场审会 带来了更多的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 8月21日一场模拟空中攻击 即将在巴拉望岛上演 为的是要将这片海域练就成更强大的防卫技能 而位于马尼拉和南沙群岛间的巴拉望岛 就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 静静地凝视着这片变幻的海域 2022年11月10日 一位新命孔进入了菲律宾的外交舞台 他就是刘海津 澳洲驻马尼拉的新任大使 这位外交官带着一份新的使命 成为澳洲政府在这片土地上的代表 担负着维护双方关系的崇高使命 在里萨市的一次舰队安演习上 刘大使表示澳洲与菲律宾同样渴望实现区域的和平稳定环容 并坚守主权的尊严 他强调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华制秩序的基础之上 在坎贝拉号船舰上 澳洲两级特险部队的指挥官 海一面对着继承 连上带着因我自豪的笑容 他告诉继承 这些船舰在经历了7月22日到8月4日的 护身军岛演习之后 于返航途中来到这片海域 这些船舰不仅是实力的象征 也是友谊的桥梁 连接着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白月的某个早晨 就在这一天 海岸防卫队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 要护送速哨包租船 潜入南沙群岛的忍耐交 这些包租船满载的急需的物资 将前往支援驻守在任耐交 海军舰艇上的威律宾军事人员 他们必须穿越充满争议的海域 而任耐交则一直是 威律宾与中国之间的争端交点 两国为了主权问题 生殖不休 然而这次的使命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因为那座生锈的海军舰艇上的 军人急需支援 8月5日包租船们开始了航行 海岸防卫队展现出无比的专业 护送的船队温稳地向前航行 然而正当大家 以为一切都将平安无事时 一股强大的水柱突然喷涌而出 中国海船船出现在包租船们的周遭 虽然他们努力地继续前进 但有艘包租船却因为中国海船船的拦阻 而无法抵达忍耐教 8月18日 美日韩三国领导人 在大卫营巨星的三方峰会上 批评了大陆在南海的危险行为 8月20日 菲律宾的安全事务官员也传出消息说 中国近期的强势座位 引起了美国、日本和澳洲的关注 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 这些国家计划在菲律宾西方的南海海域 进行联合海军演习 菲律宾军方则表示 将会加大对海军舰艇的物资运送 以确保在这边争议不断的海域中 他们的士兵能够有足够的资源 这位不愿意记录名的 菲律宾安全事务官告诉美美 这次美日澳演习内容 包括出动三艘搭载飞机与直升机的船舰 共同航行并进行联合演习 报道称海上演习结束后 这三个国家的军舰指挥官 将在马尼拉、菲律宾同航会面 美日韩18日发表联合声明 批评大陆近期在南海 采取危险强势的行为 以支持其非法海洋主张 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 是国际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 对此大陆外销部发言人汪文斌 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车回应称 美日韩对陆方进行抹黑干涉内政 需欲挑拨大陆与周边国家关系 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陆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以提出严正教授 好了 那么本期内容就到此结束 这里是台海时局观察 我是金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